新北市图新店分馆最近正在展出赵曹凯师生美展 由张曹凯还有30多位崇光社大油画班 还有美术班学员带来精彩的创作 有多位参与这次展出的学员可都是第一次学画哦 有机会可以公开展出 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 新北市立图书馆新店分馆最近推出了张曹凯师生美展 张曹凯这次带领30多位崇光社区大学油画班以及水彩班 还有自己画室学员展出精彩创作 张曹凯表示这次参与展出的学员有许多都是第一次学画 并且是第一次参与公开展出 大家的心情都很紧张但也很兴奋 可以和民众一同分享所学 对学员来说是很大的鼓励 更激励学员要更加努力学习 很开心啊 居然我能够那个画能够展出来 好像感觉很骄傲的感觉 就是说不一样的心情啊 就是说平常你画图都是默默的在家里头画 或什么没人知道你啊 你有学习以后你有地方可以发表的话 我相信他有一种成就感 所以我已经办过第三次 这个是第三次了 差不多隔几年以后我就会办一次这个师生的眉展 那用意就是给学生在他们学习之后 能够装个框 能够有画可以地方可以让观众来看 琳琅满目的油画以及水彩创作 展现了不同的画风与题材 让大家看得目不暇迹 而除了学生作品 张朝凯这回也展出了一幅油画 名为生命的探索 结合玻璃珠 矿石粉等不同媒材 展现独创的变幻主义绘画风格 深入探讨生命的起源 我们人是跟宇宙是合在一起的 也都是有各种的分子组合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说 人类一定要很崇敬我们的天 我们的地 一定要爱好这个大自然 要珍惜我们的环境 珍惜我们的生命 张朝凯诗生美展从极日起展出到11月7日 值欢迎喜爱艺术的朋友们 一起来感受艺术为生活所带来的感动 记者是平常们其心电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